揭开股神巴菲特的致富秘密,让花掉的钱连本大力流回来 就算赔上老本,也该冒险投资 购买价值大于价格的东西,最好买能够连本大力赚回来的那种 巴菲特曾说过,价格是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钱,价值则是买了某样商品后所获得的东西 义注,出自巴菲特开奖,Warren Buffett Speaks,Janet Lowe注,李正昌益,商周出版,2,8 想要聪明用钱,就不能只是盯住价格的高低,应该要考虑的是这个东西能为自己创造多少价值 东西不是越贵就越高级,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回收这个价格,为自己带来更多价值 买到便宜的东西也不是就算赚到了,而是该去想想,你从里头得到多少价值 从在投资的角度来说,假设今天我投入了10万日元,最后能获得超过10万日元以上的价值回报,那么这就是一笔有效的投资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舍不得把10万日元拿出来投资在应该花用的地方,这笔钱虽然还是原原本本留在你身边,可是却无法产生超过它的价值 因此,对任何可能性进行审慎投资相当重要,请不要浪费一毛钱在无法和价值发生连带关系的东西或体验上 只要你能这样想,就已经具备得到投资金额以上回报的观念了 在能够把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物连接到工作和收入之后,这种观念将会成为你做事的大原则 如果你在自身兴趣上投入了500万日元,却只回收了50万日元,你大可以安慰自己 有总比没有好,但是从将兴趣进行收益化的目标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成功的生意 我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自己喜欢的事物,打造出能够持续获利的金钱螺旋 把钱用在称场面或满足一时欢愉的事情上一点意义也没有 经营公司或企业时,道理也是一样的 投资在研究开发、设备更新及宣传上的费用 如果不能透过营收补回来,想要达成永续经营不斥是痴人说梦 金钱螺旋当然也无法运转下去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具备有只要花的钱,就要获得付出金额以上回报的观念 至于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收益?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思考的事情 养成这个观念后,除了用于投资兴趣,还能活用在其他地方 例如,日常生活中买衣服,或为了得到某种体验,花钱报名一个旅程时 如果能够习惯性地反映自己,我能不能从花出去的这笔钱中,多少获得一些回报呢?自然而然就能减少浪费的发生 炫耀是购物,让你越买越贫穷 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希望你也一并记住不要把钱投资在看起来连老本都会赔进去的事情上 假设我要买一只手表,手表和我感兴趣的书与知识等,没有任何关联性,那本来物美价廉的也就够用了 更何况现在还可以用智慧型手机看时间,有没有手表都无所谓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存在着一些人,他们仅从对方腕上的手表等级,就会预测死人做事的绩效和能力 这种人要去物色公司经营顾问时,便会特别注意对方手上挂的是廉价货色,还是这个品牌的手表,一只最少也要100万日元起跳那种 面对手上挂的是,他在心里会想关于公司经营的事,找他商量妥当吗?然后一阵不安息上心头 但若是手上挂着高级表的顾问,他就会认为,看起来就会赚钱,能赚钱就表示有能力,找他来当公司的顾问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附和这种价值观的必要 除非买一只百万日元手表,就能让你拿下好几个公司的顾问案,创造出数倍营收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砸一百万日元买手表,才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行为 但若只是你买来佩戴在身上的名牌精品,为了让对方觉得你的土豪品味真吓人,不但无法回收任何投资,还会成为不能带来任何产值的浪费 由于不管我的手上有没有带手表,都不会影响来找我做咨询的按键数量,所以我不会把钱花在买表这件事情上 如果今天是我想要买一只手表,购买钱我便会先好好思考,买下这只表,能为我带来何种,多少的回报 如果能够得到不错的回报我就买,若非如此,这件事就暂时割下吧 一旦花钱买了一只表,我绝对会努力去想方设法,让自己从中获得的价值,超过所付出的金钱 善用网络在连接,若连带立刻启动 相同的思考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旅游这类个人兴趣上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工作单位取得休假后才能出门旅行,所以一般来说在这段期间内不会赚钱 因此才会有这么多人为了出去玩,平日必须怕命攒钱 换言之,旅行就是在烧钱,没错吧 但就算只是出去走走,你仍可以想想,在这趟旅行中,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事物 前些日子,当想去旅行的心情又开始蠢蠢欲动时,我上网收集了一架资料,然后意外发现了一位挺有意思的人物 这位人兄在脱离了上班族生活后,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 看到这里,你是否会想,他应该存了一笔能够支付这段漫长旅程的钱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是在旅行中不断更新部落格济市,靠住广告收入来维持他的旅行 而且他一直将旅途中的支出,压在从部落格广告得到的收入之下 正是因此,他才能够继续从事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这种做法不正是金钱、兴趣、工作、金钱的金钱螺旋循环吗? 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旅途中设定一些有趣的目标 像在旅行地点认识时个人这听起来不错吧 把目光放远来看,你可以去期待将来,能得到比当下金钱收益更大的回报 毕竟若你每次都把在旅行地点认识时个人当成旅行的目标 只要出去个十次,你在世界上就多了一百个人的人际网络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这个网络一定能为你带来巨大的价值 更何况现在还有像脸书这么方便的东西 想要维持和这些友人之间的弱连带,可说亦如反掌 就算你今天是在喝一杯时认识了新朋友 你同样可以活用这些新的连带关系,试住够私心的生意机会 另外,还能把在旅行和购物时,遇见的人,感受到的是,当成给自己的暗示 用它来想出些有意思的奇话 就算是在修肩放松的时候,也应该提醒自己,心情要经常保持在一半游戏,一半工作的状态才行 只有这么做,才能培养自己将分之它来的事情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